全网都在呼叫我 去盘老板娘 今天又来到一个粉丝 介绍一个地方 是一个老摇根 我们要去看看 今天是老板娘还是老板 就这个装备一杯 简单的很 潇洒的就走了 肯定钓的蛮好 这个你看这老板 长得真是文字彬彬的 虽然不是老板娘 但是最帅老板 你怎么这么白啊 天天待家里没出门 那你这么白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现在在家里 待着小孩 教教师 人民教师怪不得了 这么白 形象也好 我想在你这钓一下鱼 这钓鱼怎么收费的 这个五六八块钱 反正你来嘛 这个可以免费的 那不能 免费我觉得钓的好慢 你看还是正常收费 我自由发挥 钓的好 钓一天还是怎么回事 钓半天的 这已经十二一点多了 别人这三百你四百嘛 对啊 别人三百我四百 对对对 三百我也三百 大师拿着不一样的 我也三百我不是大师 行了 好吧 好 那我也三百钓一下 我这里的鱼都是 成天样的 这是几年了 我都没有 没有水养什么鸡 鸭鸭什么甲鱼什么 没有 都是刺草的 鸡鸭什么都没有 水质也蛮好的 你说看一下 那水这个鱼都甜的 鱼都是甜的 对对对 老板你这小院子做挺不错的 我要参观一下 嗯 嗯 这里面也没参观过一个什么 哎 有只狗啊 有只狗 嗨 肯定今天要保护 肯定要保护 他肯定要保护 保护保护 肯定是这个意思 这不是鸡笼吗 这还有个门里面 还有粮食 这一看就不是废弃的鸡笼 这是一看就是使用中 我得到那边去看一下 哎呀 这么细的脚 哎呀 黄西小黄鸡 公鸡母鸡都有 我这抓紧钓鱼 抓紧钓鱼 一般的春天钓鸡鱼 就这个树底下肯定蛮好 这荷叶的莲棚 春野生的这莲棚真是好 这已经有人在钓 我们这 这旁边又有一个在钓 那我们只能选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蛮好 面对大水面 就这里不知道会不会垮下去 这是刚上市的 还有人钓过的 这垃圾先捡一下 三百二要两百万的水 感觉搞稀了一点 撒一点 今天用一个六米六的杆子 这突然觉得六米六的 这剖起来好舒服啊 好久没钓这么短的杆子了 像钓三米六一样的 因为这里是个窑坑 这个水深我们也没有找 估计都有三四米深 应该是不止 刚开始就从 这个一节杆子这个位置 再加浮漂加紫线 估计有一米八 钓一米八到两米的深度开始 把裤子寄进一点 等会儿钓快了 裤子钓垮了不得了 又来了 哇 已经跑去过来了 钓鱼的越来越多了 有小顶的这 不知道是餐条呢 还是小莲蓉 捏好了以后 搭到中间往里面一拉 再一合拢 这就可以了 鱼已经到窝子了 可能就一条两条 这个鱼在窝子里面的时候 它一条两条的时候 它不怎么抢 尤其是莲蓉 你看草鱼来了一条鱼 我去顿一口 鲤鱼 我去顿一口 它翘仔边鱼它更抢 就是莲蓉 它刚开始一条两条的时候 它不怎么抢时 它就吃你这个抽干 剩下的那个雾化的 它吸吸吸就够了 当然多了以后就不一样了 你把窝子里现在抽三五条鱼来了 那它肯定要抢 它就拽耳了 这个时候动作就会多一些 而且有时它会一下去就接 哎 来了 好像是大头啊 无人无物的就来一口 没前奏都没有 这鱼不大 竟大得很啊 哎呀 大头啊 花的黄的啊 鱼不大 第一尾也不能丢 我这金黄金黄的 这二十分钟就中了第一尾 关键还是个大头 好慢 大头比莲子好掉的屋了啊 赶紧抽两干 等屋子里有七八上市的五六条 哎 那就爽了 一定要把屋子里余有的多一点 因为那个多一点和少一点 那个口它是不一样的 就像那一二人的孩子吃饭一样的 一个孩子追着吃 一群孩子抢着吃 哎呀 又是个小花花 这要帮抄啊 哎 这不能让它下去了 都说黄颜色金色的这鱼 哎 真伤贼人的这 这鱼好看得很呢 是的 为什么一种 我就说这是个大头嘛 没有任何前奏的 咔一口 而且种了以后 它也不会两边串 哎呦 瞎我一跳舞啊 你能不能有点前奏 你这 什么前奏都没有 就一下子黑飘 这挺大筋的 这鱼啊 底下一个回合 把它干上来 还不容易 你还得给它卸会利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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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上载 全看得没有 你看这钩子 十二点钟方向 对 又进了一条 我刚说又进了一条 碰到一口 这连干了 那我这一斤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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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很呢 这 这大筋 哇 打桥了 哎呀 好像是大那么半斤 现在鱼啊 是越多了 幸好明显就变多了 但是这种花莲的口 全都是没有前奏的 所以你一抛下去 两只手 一定要把肝子扶着 随时它就猛的来一口 哎 这又有小动作 窝子又有一条 说不定还不止一条 没吃进去 怎么的 你尝一口 觉得味道不好 你还不吃啊 你尝不尝一口 就吃下去 上来找个像 你要咋的 哎呀 我说上来找个像吧 起起起起 哦 像黑鱼 老的样 这 不上子时下子时 勾得一起了 这条鱼 把它嘴一闭上来 此时窝子里面 肯定不止一条鱼 不会来一个大的吧 哎呦 绝对可以 哎呦 哎呦 做语 你想 żeby大家 和她这人强 你打这鸭传 长得已经长现在 大举 你啊 在这 速度 你不走 这陈淑季唱的真是好 我都不敢唱的 我唱上一句 他下一句 他下一句比我当的还好一些 这陈淑季 你也是在我们那个 在武汉市 我跟你讲 那个广场舞的05就是你了 你后面最少跟几十个大妈 哎呦你妈 开始了 又开始了 还是个花的 金黄的花的 这个还花得很硬 抱稳的上载群 六五来一辆 全是高中上载群 同一个位置 你掉了 怎么掉的 我抽了一个下午都没抽到 你就是在刚才那里掉的是吧 这个你多长的杆子 6米3 6米3 这个我看的 想跟你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别人都说这个钓连庸是个傻巴鱼 谁都钓得到 是这样吗 要技术是吧 因为我们两个可能是差不多的时间来的 我发现呢 第一就是你的位置 你的位置有点凹进去了 但是凹进去了也不止于才一条钓不到 但是你要两个问题是比较关键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节奏 我基本上拋四杆到五杆 你再拋一杆 本来这个鱼密度就不大 你要是拋的慢了以后 鱼就很少 就到里那里去 所以鱼就右的比较少 它一直就没进屋 越等就越没进屋 再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看的 远去看的 我觉得你钓得太浅了 你钓得差不多就一米深 一漂深嘛 我这钓得差不多两米深 因为钓这个温度特别高 密度特别大 我们才会钓浅一点 钓上来 每个动作我们就要钓下去一点 所以你再去钓深一点 稍微拋 拋频率 拋得稍微快一点 估计就能中鱼了 好的 谢谢 好好 再试试啊 加油 一来不来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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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了 不掉不掉了 算了 我先看一下 心里有个树 等老板来看 能不能换他的走地机 怎么钓得怎么样 老板我先问你 你刚才说没有那个鸡 我怎么在那看着 看着院子里好几个 没有没有没有 有啊 真的有 真的没有啊 那不是你的吗 那个院子里面的两只鸡 我问他们 就是养了几只 几只 几只 有个四五只 四五只鸡 好 你先看看鱼 这么多啊 哎 提不动啊 搞针提不动 可以吧 全是大头 这个东西之前啊 之前 这个 这个差不多有100只鸡 换两只鸡 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换两只啊 跑太快了 这个好难啊 拉里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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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估计今天要放空啊 这鸡 真正的走的鸡 这太快了 不能硬弓 只能自取 我一把他又回到这个笼子里面 笼子里面抓 看到没 这下换他拿着 瓶中作别 这个巷子抓鸡 来来来 你不是跑得快吗 这回看你往哪里跑 飞天呐 正好我这甲鱼 还插一只鸡 这霸王跌击 本来 前几天受了个 王猛的影响 看到在符河里面 钓了十几条连翁 而且有的还很大 这个湖北 今年的这个大水啊 让很多的这个连翁 都跑到河里去了 所以今天找了一个河 给他钓一下连翁 看今天能不能钓好 今天就用那个裙子 金板连翁 就是我们即将 黑猪的那个手竿的那个连翁 今天用裙子 它来钓试一下啊 因为上次二吻也是 这个钓得挺好 什么都不加 当然要加水啊 首先这个耳的颜色 我还是蛮喜欢的 肉粉色 就是打到你最后 你抛下去以后 这个耳在上面能 刚开始能保持30秒钟 到有余金 我只能保持一分钟 这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耳 不用进去二次收水 它开耳很简单 这基本上 就已经开好了 这个调瓢 还是带耳调瓢 上钩带一个大的耳料 调到一个 三四五六目 都可以 我这个大小 大概有 小安全弹那么大 然后这样捏 把它捏紧 你捏的次数越长 它误化越慢 你捏的次数越少 它误化越快 然后把钩搭上去 拉进去 再一捏 再这样一捏 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抛下去 刚开始 就是大概20秒一干 不停的诱鱼 保持了个节奏 大概在20秒到30秒一干 20到30秒一干 等你有性化了以后 你就把耳料 捏的紧一点 让它保持时间长一点 连用耳抛干的话 由于这个连用耳 它是靠雾化 所以你这个耳 上的上面不能太死 你上的太死了 它误化慢 所以那么这个抛干的时候 我们线不适合太长 像这种 我主线长10公分 紫线再要30公分 这对于一般吊舍来说 算比较长的 太长了 你抛干就不够好 因为要揉抛 因为你不要揉 你抛的动作太大了 你这个耳在空中 它就掉了 所以它都是揉抛 揉抛的话 线不适合太长 然后这 当 牵着它 放下去 就这样 好像有一口 这个耳还可以 虽然没吃进去 但是好像有个信号了 加点铅皮 然后把耳稍微上小一点 因为开始耳上太大了 然后木处特别高 因为天气还不是特别的热 到中午太阳 如果大一起的情况下 我想它这个口会更好一些 因为莲庸这种鱼 它本身就是洗热的一种鱼种 它喜欢温度高 有时候40度 37、8度去钓莲庸 它好钓得很 这心来不及掩耳之事啊 你慢一点就完了 现在都不能用手支控 都放在那下面抖着 因为手控的话 它很可能控不住 是不是 是不是 估计说了吧 这一发力 随时就让你手控不住 这莲庸子间都比较短 所以这莲庸最大的特点 就是钩子蛮容易打桥 它一个勾个中嘴 另外一个勾就容易勾中它的旗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哎呦 黄鹰 拉厚一点 这大呀 这上面一个钩把它刺钩来 这 这不大呀 这个钓莲庸的时候 前期抓口跟后期抓口不一样 由于前期主要是一个幼鱼的过程 它幼过来了 可能是你会连杆 但是那个幼的过程 有时候可能挺漫长 半个小时啊 有时候甚至一个小时啊 等等 所以前面的节奏要快一些 后面的节奏慢一些 那个快节奏的时候 那个我们在看口之后 基本上是 刚开始是有动作就打 管它是什么样大动作 小动作 怎么样都打 等到你也不怕说 我万一动作不好 我毛着一条鱼把窝子散了 怎么样的 不要紧 莲庸一来了 这个窝子散不了 你毛中一个拖了之后 你再下去第二杆第三杆 它又来了 它就跑也就在附近 所以刚开始是见动作就打 但是到后来 就要提高命中率了 鱼呢 进窝子多了以后 就要命中率 这个时候就只能打盾口 这个有力的盾口 它可以盾一目两目 有时候盾三目四目 都有可能 鱼越大盾口的动作越大 我看你拉不拉的蛋 这个力量可不是一般的 肝子受得了的 哎呀 还要放到下面逮着 反正大 我只是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一眼 哎呀 现在得瑟了 白忙活翻天 在这反复的摆头的过程中 钩子钩中的那块 它会撕裂的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把那个口子撕大了 它再摆的时候就容易脱钩 赶快把它弯过来 直接到跟前了 到跟前你也别高兴 我跟你讲 也不知道是个啥 到跟前也别高兴 它发起脾气了 反正死活我就跟它 看着没有 看着 这个鱼 今天就是你 扎也多大胆 你就要多大劲 手松一下就完了 我跟你讲 松一下就拔火 我一跳上来 然后它冲的时候 我的腰要下去 好 这个可以操了 估计 哇 看那个嘴巴像那个 乖乌似的 你看那个头大不大 看到没有 这个钩 拖了已经 这嘴里面的这个 上钩 你看它这个没有摆开 看到没有 上钩 这证明它吃的耳 来 乖乖乖 还有金的 好漂亮啊 好漂亮的 这个衣服穿的也不丑 金黄金黄的 好漂亮吧 好漂亮